接下来介绍4知识点试 第二阶正规化 我们简称2NF 其实在我们完成第一阶正规化之后 其实各位同学是有发现 在资格表中 其实还产生许多宠物的资料 如此不但浪费我们储存空间 这容易造成所谓的新增修改 删除资料等等的异常现象产生 接下来我们说明 如下来说明所谓的 新增修改删除异常现象 首先我们先来探讨 第一种所谓的新增异常检查 我们刚完成第一阶正规化之后 各位同学有没有发现 这个资料表里面 其实存在一些宠物性的问题 比如说李硕胺 它会出现两次 然后性别蓝色也会出现两次 既然有宠物性的问题产生的话 其实它就会让会所谓储存空间 有重复必然会产生所谓新增修改删除等等异常现象 首先我们看刚提到过的 我们来测试一下 看看有没有新增异常的现象 接下来我们想来新增第六笔记录 第六笔记录 而我们现在连载记录里面有五笔记录 我们想再新增第六笔记录 假设我们现在想新增第六笔记录 我们发现我们无法新增 为什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发现第六笔记录 它的需要是空的 而课程代号是C1004 课程名称也是系统分析 而所谓的老师币也是空的 因此我们就没办法顺利的新增 第六笔记录 因此我们必须等同学 有人选修了C1004这本课程之后 我们才有办法进行所谓的新增进去 等同学选课之后才能办法进行新增 而以上第六笔无法顺利的新增器 原因很简单 就是我们新增动作违反了我们的实体完整新规则 也就是我们的学号为空 所以组件或是复合组件 它的空子其实是没办法做新增动作 如果可以的话 就维吾我们实体完整性规则 因为我们新增进去 这个难为是空的 所以是不可以的 所以我们就产生所谓的新增异常现象 也就是我们要新增某一门课程 如果这门课程没有同学来修 我们这门课程是没办法新增进去的 因此我们这种问题 也就是无法新增的问题 就是所谓的新增异常现象 新增异常现象 所以当我们资料有重复的时候 重复处置的时候 其实它一定会产生所谓的新增修改删除 等等这些异常现象产生 接下来进行所谓的修改异常现象的检查 在我们以下这个资料表里面有五笔记录 也就是第一阶正过之后 我们产生以下这五笔记录 而我们必须先检查 这五笔记录到底有没有所谓的修改异常现象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这表格中我们发现这个网页设计这边课程 它多次的重复 多次的重复 因此当我们修改这个网页设计这边课程成绩的时候 成绩的时候 可能有些记录有修改到 也有可能没有被修改到 而没有被修改到的记录 就会造成所谓的资料不一致的现象产生 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 假设我们这个网页设计这边课程 而这边课程所修的同学的成绩 我们想各加五分 而可能有些同学有被加到 而有些同学没有被加 因此就导致了成绩不一致的问题 资料不一致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假设我们现在有两位同学来修这边课程 而这两位同学他们所修的课程 曾经考的不理想 因此我们想各加分 但是如果这一门课程修人数 假设非常多 我们有调整 有的有调整到 有的没有被调整到 因此就造成所谓的资料不一致的问题 这种现象称为修改异常现象 修改异常现象 接下来介绍第三种异常现象 也就是所谓删除异常现象 而第三种删除异常现象 其实我们可以从上面的记录中 我们清楚得知 假设我们想删除第四笔记录 同学记录的时候 其实也会同时删除所谓的课程名称 还有学问术 还有相关资料都会被删除 因此我们就导致 这个所谓的李受威 他修计算机概率的相关资讯 也会被删除 这种现象称为所谓的删除异常现象 而我们中文上述的三种异常现象 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进行第二阶正规化 来消除这些异常现象的问题 既然我们在第一阶正规化之后 还产生所谓的异常现象 也就是所谓产生新增异常 修改异常 还有删除异常这些现象 因此我们就必须再进行第二阶正规化 而第二阶正规化必须遵循以下的规则 以下规则 如果我们这要表来符合以下规则 我们就称为第二阶正规化的形式了 也就所谓2NF 而第二阶正规化的规则有哪些呢 我们必须看一下以下这些规则 首先第一个规则必须先符合第一阶正规化 接下来第二个规则就是 每一个非见词属性 比如说性名性别等等 这些栏位也就是所谓这些属性 也就是所谓的非见词属性 他必须要完全功能相依组件 比如说学号 他必须相依学号才可以 因此他不可以有部分功能相依与组件 这种情形发生 换言之部分功能相依 只有当组件是由多格兰位组合而成的时候 多格兰位组合而成代表所谓的复合组件 也就是当某些兰位 他只以组件中的一部分兰位 有存在所谓的相依性的时候 而另一个部分兰位没有所谓相依性的时候 就才是所谓部分功能相依 部分功能相依 首先我们来看步骤一 步骤一我们必先检查 是否有存在所谓部分功能相依的问题 好在我们以下这个第一届正规后的表格 我们来检查 看看到底有没有存在所谓的部分功能相依的问题 我们发现在上面这个资料表中 组件它是由什么组合而成 我们发现这个组件是由学号跟课程代号 这两个人为组合而成 学号跟课程代号组合而成 但是姓名跟性别 他只跟学号有相依性 也就是姓名相依于学号 性别相依于学号 也就是姓名跟性别相依于学号 而课程名称 他只跟课程代号有相依性 课程名称跟课程代号有相依性 也就是课程名称还有学分数 必选修老师编号跟老师姓名 也就是课程名称课程学分数 还有所谓的必选修 还有课程编号还有老师姓名 通通跟课程代号是有相依性的 因此我们就知道学号是妇合组件的一部分 而妇合组件有谁 有学号跟课程代号 所以学号只是妇合组件一部分 所以必然会存在所谓的部分共相依存在 也就是在这个资料表里面 姓名是相依于学号 然后性别相依于学号 而课程名称是相依于课程代号 而课程名称是相依于课程代号 这种现象一定会产生所谓的部分共相依 部分共相依 所以我们必须把这种问题先把它找出来 我们发现在这个资料表里面有存在 这是我们第一个步骤 找出来部分共相依的问题 我们找到了 接下来我们找到之后 我们就会进行步骤二 步骤二我们就必须将这些部分共相依的单位 把它分割出来 然后再另外组成一个新的资料表 新的资料表 而我们就可以将这个选课资料表 分割成三个小的资料表 然后我们在它的主件下方加一个底线 加一个底线 因此我们就可以将刚刚那个资料表 分割成一个学生资料表 而学生资料表会有三个单位 分别是学号 姓名 姓别 而姓名是相依于学号 还有姓别相依于学号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分割成一个学生资料表 好 接下来我们第二个资料表 我们就是所谓的成绩资料表 而这个成绩资料表 它是由学号跟课程代号来决定什么 成绩 也就是成绩它相依于学号跟课程代号 所以我们就可以将这三个单位把它读一出来 读一出来成立一个所谓的成绩资料表 如下表所示 接下来我们分割出来第三个资料表 就是所谓的课程资料表 而这个课程资料表里面有课程名称 相依于课程代码 学分数相依于课程代码 逼选修相依课程代码 还有老师编导题老师亲民 通通相依课程代码 所以我们就必须将这些单位把它读一出来 读一出来之后我们成立一个课程资料表 课程资料表如下表所示 而在我们完成第二阶正规划之后 其实我们产生了三个资料表 分别是学生资料表 成绩资料表 还有课程资料表 除了课程资料表之外 其两个资料表 哪两个呢 学生资料表跟成绩资料表 多符合2NF 3NF 还有BCNF 所以我们呢 学生资料表跟成绩资料表 这个就完成我们呢 三阶根的BCNF 好 接下来介绍 如何利用ASSESS 这一套资料库关系 来上去我们实际的第四题 第四题的题目就是呢 我们来观看呢 第二阶正规划的结果 长相如何 因此呢 各同学一样要具备ASSESS 基本操作还有资料库的关系组的连结方式 接下来呢 我们来说明呢 它的实际的步骤 首先我们看呢 第一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呢 我们必须可以开启我们责定的资料库 也就是这个资料库 2NF这个资料库把它开起来 好 接下来说明第二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呢 我们是来证明呢 在第二阶正规划之后 到底有没有所谓去除部分功能相应 也就是呢 它如果有部分功能相应的单位 我们必须把它分割出来 然后呢 再分割成三个资料表 也就是呢 我们在第二阶正规划之后 分割成学生资料表 跟呢 成绩资料表 及课程资料表 完成的答案 我们存在这个资料库里面 各位同学可以观看一下 好 在我们完成第一阶正规划之后 各位同学有没有发现 在我们第一阶正规划后的选课系统 从这个资料表里面呢 我也发现呢 有多笔资料仇户 比如说呢 李硕安出现了两笔记录 然后李硕威出现三笔仇户的记录 你能看到 李硕威出现三次 对不对 而这种现象呢 不但文端会我们储存工均 各种会造成所谓 新增修改删除 这三种异常现象 我们如何检查呢 新增修改删除异常现象呢 各位同学 教你怎么做检查 首先呢 我们先将这个资料表把它关闭掉 关闭掉之后呢 我们呢 从这个左边这个资料表呢 把它呢 回到设计检视的界面 因此我们在这边按六键 然后一个设计检视 设计检视呢 老师已经视线已经设定完了 这三个为复合组件 因此我们先把它拿掉 先把它拿掉 好 拿掉之后呢 我们毕业先呢 设定了这三个 比如说 学号 科号 跟呢 老师变量把它设定为 复合组件 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做测试 测试什么 测试所谓的新增修改删除 这三种异常现象 好 首先我们呢 按呢 又Ctrl 然后选择我们的组件 好 学号 还有呢 科号 及老师变量 对不对 好 我们选完之后呢 再按这个组设计键 因此我们就可以设定这三个呢 这个键为复合组件 然后设定完毕之后 记住一定要拿来儲存起来 儲存起来之后 我们按XX 好 接下来我们再开启这个呢 选择系统的一阶正规化的表格 我们按两下 按两下进去之后 我们来测试所谓的新增异常现象 好 假设呢 我们本学习呢 又有一个新开的课程 假设呢 是C004 C004 这本课程 名称称为呢 系统分析 系统分析 好 然后呢 这本课程 现在也没有指定老师 并且也没有同学来选 然后呢 我们想把它新增到 一阶正规化的表格 我看看呢 会采出什么情形 好 我们呢 这边也是空的 然后发现呢 我们呢 在第一阶正规化后的表格 我们呢 如果只新增 我们的 所谓的课号跟课程名称 是没办法 顺利新增进去的 有没有发现 因为这本课程 没有老师 现在还没有指定老师 上这本课程 并且这本课程 也没有同学来选 这本课程 因此 在我们第一阶正规化后 我们想新增这一笔记录 是没办法新增进去 这种现象 称为所谓的新增异常现象 各位同学 第一阶正规化后的修改异常现象 首先各位同学可以看我们第二笔记 第三笔记录 这两位同学分别呢 都选的所谓的呢 网页设议这本课程 并且成绩分别是呢 93跟63分 假设呢 各位同学呢 考的呢 老师觉得 还不是很满力呢 想进行加分 加分呢 假设呢 各加5分呢 好 假设呢 我们第一位同学有加到 各加5分呢 这一位同学要加9分呢 变成呢 会加到98分 而假设我们有非常多同学 选的这本课 而假设呢 这位同学 他忘了加 老师忘了把它加进去 那怎么办呢 这造成所谓的异常现象 资料的异常现象 因此 我们发现呢 如果很多同学修同一本课 但是有些有异动到 但是有些没有异动到 那怎么办呢 这就造成所谓的 资料修改异常现象 各同学一定要清楚 所以在我们第一阶正规后 会产生这个问题 因为 很多同学学过了这本课 但是有些同学有加到 但是有些同学 却没有加到分数 因此 资料产生不一致的现象 资料不一致的现象 这是我们第一阶正规后的 修改异常现象的检查 好 接下来说明呢 第一阶正规后 它第三种异常现象 也就是所谓的 删除异常现象 假设我们现在呢 有一门寄生器概论 而这个寄生器概论 只有李宋威这同学 有修这门课 因此呢 当他想把这门课 退掉的时候呢 他也会将呢 这门课的所谓的科号 课程名称 学务事务必学修 等等 这些资金 一并会被删除掉 为什么 好 各同学我删掉 给各同学看一下 假设李宋威 要将你寄生器概论 这门课 删除掉 删除掉之后呢 他会提醒你 我们删除一笔之要了 删除掉之后 我们现在也查不到 计算机概论 这门课程 它的课程编号 及学温数 然后呢 是不是必修 是不是选修 我们已经看不到了 因为这种现象 就才是所谓的 删除异常现象 因为我们会将呢 相关的资讯 一定删除 因为李宋威 他退选 基盖这门课 结果也将了 这门课的相关资讯 删除掉 这种现象称为所谓的删除异常现象 各位同学 听懂这三种异常现象了吗 好 在我们以上呢 分析的过程中 各位同学 我们发现 在我们进行第一阶正规划之后 其实第一阶正规划之后 还存在所谓的新增异常 修改厂 及删除异常 这三种异常现象 因此我们呢 为了解决这三种异常现象 因此我们必须进行所谓第二阶正规划 所以我们现在将呢第一阶正规划的表格呢 把它关闭掉 关闭掉 好 现在我们开启呢 我们第二阶正规划的结果 好 我们先将呢 第二阶正规划的资料库把它开启来 那里面呢 我们把它切成三个资料表 这是我们呢 第二阶正规划的第一个步骤 先开启我们第二阶正规划的三个资料表 好 现在进行第二个步骤 而我们第二个步骤呢 就是呢 证明所谓的第二阶正规划 把它呢 拆成呢三个 而这三个到底是怎么拆的 我们是依照呢 部分共相应的栏位呢 分割出来 分别分成呢 所谓的学生资料表 然后成绩资料表 即呢 课程资料表 而其中呢 学生资料表呢 我们呢 依照呢 所谓的 所谓的 所谓的复合组件 因为我们刚刚在前面呢 已经说明过 我们呢 在第一阶正规划的时候 我们设定哪些为复合组件呢 就是呢 所谓的学号 课号 及老师编号 我们设定为复合组件 因此我们呢 就必须将这些呢 复合组件 因此呢 我们必须将呢 这些把它分割出来 所以呢 所以学号呢 相依学号有哪些有 姓名 跟姓点 因此我们必须将呢 这三个人 为了它组合成一个资料表 我们称为学生资料表 好 接下来我们看呢 课程资料表 课程资料表里面有 课程代号 课程名称 学文术 并且修 老师编号 及老师姓名 而这边一样 我们可以把它拆出来 变成一个资料表 其中呢 所谓的课程代号 还有老师编号 及老师姓名 这边我们等一下会进一步探讨 因为这里有存在所谓的 第一现象 也就是呢 老师编号相依于 课程代号 而 老师姓名 相依于 老师编号 因此导致老师姓名 第一相依于 课程代号 这一个部分呢 我们等一下会进行 所谓第三正规划 才能将呢 这所谓的第一现象 把它移除掉 而在我们第二这些正规划 我们先呢 切割到这边 好 接下来说明呢 成绩资料表 而我们这个成绩资料表 里面的成绩资料表 其实我们必须要由 学号跟课号 来同时决定 为什么呢 跟同学可以回讲一下 如果我们呢 只有学号跟成绩 我们往往呢 无法得知 这个成绩到底是 这位同学哪一门课程的成绩 对不对 好 因为他可能会选凶很多门课程 对不对 好 接下来假设我们只有 课号跟的成绩 好 这样子也是一个问题 就是呢 我们这个成绩到底是 哪一位同学 哪一门课程成绩 我们是无法得知的 为什么 因为C001 好 他是在74分 但是呢 这到底是哪一位同学的 哪一位同学的成绩呢 我们是无法得知的 因此我们必须由学号 加上科号 来决定这个成绩 这样才有意义的 因此我们呢 在呢 第二这一阵证画 我们也分成这三个资料表 其中呢 第三个资料表 也就是所谓的课程资料表 我们等一下呢 要进行第三阶证画 其中呢 学生资料表 跟呢 所谓的成绩资料表 我们也完成所谓的三阶了 因为他都符合三阶的规定 三阶规定 所以我们等一下呢 来针对呢 好 谢谢 好 好 好 谢谢 我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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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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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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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